我覺得黃珊珊她現在的說法 她就是在鞏固所謂的法源 她最後希望在這個金華城 她希望一定是走向所謂行政裁糧 這個部分 所以她一定要鞏固說 不管是24或25這個部分 那我們反過來講 那黃珊珊如果為了要鞏固這個法源 我們就回到 一開始說柯文哲到底知不知道這些法源 那如果柯文哲呢 聽到黃珊珊這樣子的臉書 或者是記者會 那在每一次提訊的過程中 律師會不會去跟他講 那如果律師有跟柯文哲講 或跟彭正珊講 那他們的供詞又改變 那在這個所謂檢調來說 只要你的供詞反覆 其實對你自己的本案是更不利的 黃珊珊利用自己立法委員的權限 硬要國土署幫金華城背書 結果是拿石頭砸自己的腳 國土署的回文的第七點結論 非常清楚的寫到說 榮基的獎勵還是應該要有法源的依據 而且應該避免單一對象在細部計畫裡面 創設榮基獎勵 國土署也沒有蠻有guts的 非常清楚的寫著 就是金華城的這種 這種案例是不可行的 應該要避免的 而且也寫著應該要有對價性 還要有公益性 那這些都在監察院的調查報告裡面 已經清楚的寫到 金華城就是有這些問題 所以列為重大為失案 我覺得黃珊珊跟民眾黨也非常的好笑 就是他們一直拿著106年監察院的調查報告 說392到560是依據監察院的調查報告 所以是有根據的 那為什麼監察院今年113年的調查報告 認定560以上是重大為失 他們就死都不肯認呢 我是奉勸說黃珊珊要乖乖聽話 如果你們認為監察院的調查報告 是這麼有公信力的 是這個太上 這個叫什麼上方保健的話 你們不能說兩份都是監察院的調查報告 要給金華城容積率 你們就拿著監察院的調查報告 然後現在監察院叫你們不能給 你們就假裝看不到 聽不到 都是監察院的調查報告 現在監察院要你們不可以一給再給 你們怎麼就不聽不看 假裝沒有這份調查報告 都是監察院的調查報告 一個地上全北四顆兩塊地標給了星光 還有一個BOT案南港轉運站 也標給了星光 這兩個案子一個是到現在還沒開始做 一個是大延宕 我想請陳志明請問陳志明 你有什麼看法 你是不是應該先去跟星光好好的talk一下 他們到底出了什麼狀況 你是不是應該負起責任 在你當秘書長的任內 在你手上標出去的這兩個案子 面對星光這麼不負責任的做法 你現在卻跳出來還一直幫星光講話 那他昨天說難道過於積極的土地開發是有錯的嗎 過於積極就是有問題 你可以積極認識 但是你為什麼要過於積極呢 我覺得很奇怪 他還認為過於積極沒有狀況 公務人員勇於認識 積極認識當然沒有問題 你只要依法行政 但是你為什麼要過於呢 過於到說你親自要去拜會財團 親自要去問他說 你要怎樣才能標 然後再配合他的要求去修改 那這一些有需要做到這個地步嗎 都說他們沒有這份報告 那就讓我有點擔心 因為第一次的這種集會 大規模的使用 那這樣子的報告完全 台北市政府完全不自知 那無疑是把去參加晚會的 所有的民眾的生命財產開玩笑 因為這麼重要的一場 這麼重要的一場晚會 然後是第一次大巨蛋做非體育賽事以外的使用 他的逃生避難 到底他的性能性審查到底是如何 如果台北市政府完全都不知道 那蔣萬安市長怎麼可以把國慶晚會辦在這裡 所以我們樂觀騎乘大巨戰 來做其他性的使用 但是安全是最重要的 那我們都知道大巨蛋當時在都省的時候 在做這個電腦模擬的時候 很多的情境是沒有過關的 也因為如此 大巨蛋的這個建造跟使照 才會註記說 未來在做非體育賽事的使用的時候 必須要經過性能性的相關的審查 那這相關的審查裡面 到底有沒有包含逃生避難 就是8分鐘所有的觀眾要離開這個座位席 15分鐘要逃生至戶外的這個安全規劃 第二個部分就是大巨蛋 它的這個自衛編主的人力到底是多少 那在模擬的狀況 它的情境到底是如何 成效是如何 這些東西我們現在都目前都不知道 另外還有一個部分 依照這個大巨蛋建築物的這個防火避難的規劃裡面 它在做臨時性使用的部分 觀眾席是有四萬多席 那在球場城會有一萬五千多人 這樣子的一個規劃 我不曉得遠雄委託給蕭安基金會所做的模擬 是不是也按照同樣的規格 這些種種種種種剛剛提出的質疑 都是大巨蛋在做集會使用 的相關安全問題 我認為蔣萬安蔣市長則無妨礙要告訴大家 大巨蛋是安全的 是可靠的 逃生避難 我們都做好了相關的準備 我覺得這是臺北市政府跟蔣萬安市長 應該要告訴大家的 我想再請教一下 因為黃珊珊她雖然現在人在美國 但還持續的發文 一直在強調說金華城是依法有據 但拿出國土署的這個文件 或者是她之前主張的25條 全部都是有問題 是啊 我就不曉得 這個黃珊珊一直在嗆別人不專業 但是當專業的台北市都發局的同仁 給了所知上面直接就打臉 就是金華城在申請這個 榮基獎勵的相關的法源依據 就是依照都市計畫法第24條 而不是依照台北市都市計畫 施行自治條例的第25條 這個黃珊珊跟民眾黨被打臉之後 這個整個的反應就跟義和團一樣 被打臉之後還在那邊講自己沒有錯 說刀槍不入 這種行為跟義和團完全一模一樣 那我們要講的是說 這個大巨蛋非都更區域準用都更條例 黃珊珊所引用的台北市都市計畫 施行自治條例第25條 已經正式的被都發局打臉 所以告訴黃珊珊說金華城申請榮基 重新送到都委會去討論的就是都市計畫法24條 而依照這個就是依法無懼 所以才讓柯文哲準用都更條例 送給金華城20%的容積獎勵 所以不要再提高到柯文哲都 違法的事情就是違法的事情 不會因為你引用條例亂引用就變成是合法的 不要睜眼說瞎話 整個民眾黨為了護航柯文哲都成為了義和團 完全不是完全無視專家給的意見 我們可以看到是檢舒培針對剛剛大罪答案 有做出最新的說法之外 同時也只因為黃珊珊根本就是不認錯 這樣的行警跟義和團一樣 稍後更多內容我們會隨時為您照顧